就是说马英九不理的人也很多 这个不理跟周到是一物之两面 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问题是大家 没有受到关爱的眼神的 不爽的人其实很多 但是大家的反应不一样 有些人就说不爽 也许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比如说名嘴评论家 他就在电视上 就多花几分钟修理他 可以修理的就满足了 大部分人其实也无可奈何 宋楚瑜是一号跟人家不一样的 我必须讲 赵老大问的问题 就引导出一个必然的回答 赵老大的问法 他只能说担心伤感 但你看他表情 我宁可相信他是真的 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 但是问题这个担心跟伤感 到现在已经感动不了宋楚瑜 这个话即便早讲好几个月 也感动不了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的出发点 并不是说你不周到 所以总统要反省的话 循着不周到这条路去想 是错的方向 因为宋楚瑜企图心太强了 你要驯服他 你要让他动弹不得 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说你的政绩好到 让他无法可收 第二条就是说我的offer 我可以给你的东西 让你无法抗拒 难以拒绝 马总统到现在为止 很少给人东西 大概台匪的董事长那个算一个 宋楚瑜那样的董事长他也不会要 宋楚瑜要的东西很大 这个马英九给不了的 所以这个反省的方向错了 不过我要提到一点 他说四年内如果连任 四年任期内他没有办法推动和平协议 这个我们老师讲过了 我在节目里头我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 甚至凤馨啊甚至你们啊 少我二十岁少我三十岁的 通通看不到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接下去讲完 而且老赵也没有善尽责任 老赵顺底下都在讲啊 为什么不问他呢 还是我们刚才没有解 我们可能只有片段 对啊 完整的内容要看九点钟 因为下面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四年做不到的 为什么要讲 那我认为 他有问 有吗 有吗 那很好 我认为 有自己讲 我认为当然要讲 有一些人就说 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讲 任内不做的事情 美国总统是美国总统 台湾总统是台湾总统 台湾总统何其不一样啊 其他各个国家的总统 有面对像我们两岸 这种严重的事情吗 他做不到的事情 也要有一个视野 也给大家指示一个方向 他如果完全没有讲 有人也会骂他 有有有 这个赵先生有追问 对马总统有回答 九点钟赵少康的向选民报告 辉文在这个板子上面呢 我远远的望过去 已经写了大大两个字 伤感这样 你要来说文解字吗 还是怎么样 对于马英德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因为马总统明明是讲伤感 那我为什么要打感伤 他在物质 我们现在也是感伤 物质 物质 我们待会再转过来 还是有差别 因为马总统 最近的专访跟宋楚瑜做比较的话 很明显的马英九的收视率都不好 所以刚主持人的这个 盆莫是应该的 晚上九点 周浩康会专访 总统讲话比较温和 今天也是 宋楚瑜在另外一台 也有 对对对也是 他八点到十点 那是宋楚瑜故意还是 还是又是巧合 其实他们两个礼拜前 有同一个时段出现过 那时候的宋楚瑜的收视率是领先 我想各位前辈都很清楚 这个收视率就是观众会不会转台 那为什么马总统的这个 因为内容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 就是说 为什么之前马总统的专访就是 收视率变不好 那我的解读就是说 因为你讲的 观众没有兴趣了 就转台 那转台怎么办呢 转台 就会不会变成你的收视率不好 然后你的支持度也不好 你的满意度不好 最后你的得票率也不好 倒是不会吧 会不会这样子 我是不巧合的 但是我认为马总统的问题 刚刚不是电视台的问题 也不是主持人问他的问题 问题还出在他自己 因为你刚刚这个 沈大夫提到说 未来四年没办法推动 这种事情 其实在马总统丢出这个 两个平台的议题的时候 他都没讲 一直补充 一直补充 从三个原则变成十大保证 中间又加了一个公投 到了今天最新的说 未来四年 如果他连任才有未来四年 未来四年没有机会推动 这东西 其实应该一次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他现在一直追加 也很奇怪 那我最后要讲一下这个民调 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完整的说 总统跟总统夫人 跟第一夫人放在一起做民调 这是要怎么比啊 欧巴马会跟密学做民调 你比较喜欢欧巴马 比较喜欢密学 这有点怪 那周美新的民调 赢过马总统 马总统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带过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周美新 我在家里我都让他什么的 这种耍可爱这些 什么递个水 刚好有个杯水 递个杯水 然后就被蹬啊什么的 那种东西加分 我觉得要比较自然的加 如果像那种刻意的做球 给他说 大家比较喜欢周美新 比较不喜欢马英九 这问题基本上我觉得 有点巴热了 不是这好玩的啦 这比较趣味性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总统跟周美新的互动 是民众很关心的 一个就很好奇啦 好玩的一个话题 我们来看这个马英九说 这个宋楚瑜如果参选的话 当然会担心啊 他的担心呢 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是 宋楚瑜他的这个支持度啊 以及他在这一次的 整个的联署的过程中 所展现出来的到底是如何 我们看到宋楚瑜 他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已经对外宣布了 他下个礼拜 就会把第一波的联署书 给送出去嘛 那这个第一波的联署书里面呢 很显然的 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里面 有非常多的绿营的人士呢 在帮他做这个联署跟串联 那在这个部分 那宋楚瑜他是怎么看待呢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反而是超越蓝绿吗 蓝雪你了解是如何 对于宋楚瑜来说 现在这个阶段 当然一定要过联署关卡最重要 所以哪里来的票 哪里来的联署书都没关系 我觉得对他来说一定是这个样子 否则如果说 他认为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去上三立的大话新闻 去接受郑侯仪的访问 所以呢事实上他知道 他最后如果需要催票的话 哪些票哪些地方是他催得动的 这些人会因为他的呼喊 赶快的来帮他一点忙 到目标电视对目标群众 没错因为事实上我认为 当然蓝營里面有很多人 对于马英九不满的 可能已经去联署了 这些人是早早就已经去联署了 但他不见得 我觉得他会到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在所谓的蓝營当中 或是说所谓的中间选民当中 就是说你支持他不支持他 不具有策略性的时候 早要联署就去联署了 不想联署就不联署了 他不会说因为你可能告急咯 你可能因为过不了门槛咯 那我快点就帮你联署好了 那所以我觉得他很精确的掌握到说 有哪些人是他最后动员 动员得了的 即便你未来不投给我都没关系 你就现在帮我快点联署 所以我认为这部分对于宋属瑜来说的话 当然觉得多多益晒 能够那个 但是你说真正到说 绿营的人很多去支持他 我觉得也不尽然 坦白讲 如果说真的绿营是从上到下发动 然后呢 他的数字大概也不会到只有 刚刚过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有点默许 就大家都知道 因为对于民进党中央来说 如果说了 你很明显的去操作宋属于 参加这个战局的话 我觉得对蔡英文对民进党来讲 胜之不武 如果胜的话 就是就一个政党政治来说的话 尤其是一个相对来说 里面比较是对立的一个政党来说 我觉得是很缺乏一个政治道德的 那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表面上 严禁公职人员去参与联署 那底下呢 这叫选民服务 你们自动自发的没关系 然后呢能有多少是多少 那事实上呢地下电台也好 或者一些彼此之间的耳语当中 事实上都愿意帮宋属于一个忙 都认为说 哇宋属于不可以缺席哦 缺席的话 其实就少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变数了 就想对宋属于来说的话 当然只是说接下来 他要怎么样子去 如果说他还想继续扩张他的能量 而不让他这样子一个支持度 在10%左右到联署之后就往下走 而是能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 他不太喜欢听到的绿帽子 他未来要怎么去解释 去交代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 跟我不同意 因为这个之前啊 沈大佬讲过 他说全国很多评论员 只有我一个啊 研判宋属于不会过门槛 我说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不会过 下礼拜要送连署吧 我也很惊险啊 下礼拜就可以知道 到底结果怎么样 而且其实依照这个 过去送这个连署书的经验 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就亲民党也很清楚 大概有三成会被刷下来 所以说 如果说只是刚好过门槛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不保险 最好是能够超过门槛很多 而且你如果是刚好这样子过门槛 然后到时候又有什么闪失的话 说你不成的话 那又是中选会在那边政治打压了 我们先进一场广告 等一下回来讨论